現在還沒有提出辭職書 總統也沒有要他辭職 十七號下午平面媒體報導 陳吉仲請辭獲准 八點多 蘇貞昌先出面駁斥 四個小時過後 新政院發新聞稿表示陳吉仲 曾經表示願意負責 但已經被未留 為農民 為農業 做了非常多的事 為全臺灣做了很大的功勞 老實說 陳吉仲這些年來 實在是辛苦了 就有人急著放話 操作 這非常惡劣 外傳被放話 是因為有人擔心 影響到賴清德的選情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 賴清德雖然還是第一名 支持度百分之三十五點六 但對比上一份八月底 做的民調百分之四十點三 從雞蛋風波開始 幾乎是一天掉了一個百分點 他是一個勇於承擔的部長 他一定會選擇職求對決的方式 來回應各方面的問題 那這裡面呢 我們並沒有聽到 任何有關於派系之間的鬥爭 樂見他做好做滿 這個對國民黨的選情 反而會有幫助 回想起來當時的哪一件指控 現在是真實的 沒有嘛 你們是真正在乎 我們產地的雞蛋產業嗎 還是只是政治操作目的而已 吳英明也在臉書上發文力挺 要陳吉仲別向謊言低頭 身處風暴核心 陳吉仲沒有出面說明選擇發文 提醒大家防疫非洲豬瘟 農民系數陳吉仲任內政績 2018年口提一把針 解除台灣遠洋漁業的 歐盟黃牌警告 就回每年500億產值 還有農民三保一斤 以及防疫非洲豬瘟等等 當雞蛋染上政治 上桌的恐怕不再只是家常菜 而是一場場政治攻防戰 華視新聞外上 劉維成 周孟漢 台北屏東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